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来到南京德文社 观看我们今天的相声大会 希望今天的演出 能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在您观看演出的同时 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 我是本场的演员兼主持人 我的名字叫高小贝 好 演出马上开始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语言的魅力 表演者高玉凯 王善勇 掌声有请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谢谢 现儿大会呢 从我们哥俩这就算是开始了 投一个 投一个节目 用我们的话说呢 就是开场的节目 这个节目不太好演 因为什么呢 有的好朋友啊 刚解完票 正在入场呢 对 是吧 他这个大伙的注意力呢 没在舞台上 开场的作用呢 就让大伙啊 都做住了 好欣赏后面更精彩的节目 你看我们后面有很多优秀的相声演员 是 比如说我们的底角 高峰高老师 罗美娜 罗老师 人家罗云平 不叫罗美娜吗 罗云平 一名 罗云平 台下叫罗美娜 那好吧 罗云平 还有很多我们一队的青年才俊 对 比如说像高小贝 我们是主持这个 侯小楼 狼浩尘 这个平常我们关系都不错 尤其狼浩尘 不管大伙说 我们哥俩关系特别的好 特别的近 因为什么呢 我跟狼浩尘啊 我们哥俩边边的 从小啊 就在一块 所以呢 我们有时 我拦您半句 拦一句都行 你刚才说你跟谁边边的 关系特别的好 有时没事 老叫我哥 咱吃点呀 您不能选择性的把我屏蔽了 我问问你 你刚说跟谁边边的 就后台 谁呀 你就站那说站那 嘴里怪味的 狼浩尘 好好好 行 我接着问啊 你跟狼浩尘边边的 对 什么边边的 鞋边边的 鞋垫边的 什么边的 鞋鞋垫干嘛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岁数啊 我跟狼浩尘 我们都是98年的 这我都没拦着 这大伙给拦住了 质疑的声音这么大吗 好好好 我说瞎话了 其实我跟高小辈一个岁数 97年的 一回比一回厉害 我跟罗云平一个岁数 84年的 84的都不行了 是吗 就是一般像我这个将死之人 你早该这么说 我真不知道 你在南京这么没有人缘 不好玩 不想玩了 您不说实话 您也不能怨我们 说实话 说实话 92年属猴的 你看我身份证 是怎么着的 他说的你多少 1892 那你说下话了 1892的没有身份证啊 1892的是明文的 哪来身份证 明文是什么 明文就是刻在什么 什么物件上的东西 完了一出土 我这孙子姓高 一般就是 这意思 什么呀 你好说 92年属猴的吗 真属猴的 说挺热闹 您比我大一岁 你现在属于什么呀 光着屁股拉木 怎么讲 你转圈的 不要脸 你现在 是你先不要脸的 别跟人家比岁数了 不说岁数 不说岁数 人家年轻 对 人家的优势 是小鲜肉 不说岁数 别提岁数 就是关系特别的近 聊聊关系 因为什么呢 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 看球 喜欢球 我也喜欢 你也喜欢看 我也喜欢 足球 咱也共同爱好 咱也共同爱好 您讲这个高小贝 是C罗的球迷 我给您纠正一下 别看这回世界 别看 发音不太标准 C罗 C罗 别耳化音 C罗 你加上耳化音 都不好听 C罗 听着像海禅品 下回您再问 C罗哪的 大连的 那不行 C罗 C罗 克里斯迦诺 伦尔德 你有点意思啊 是真球迷 像他那个搭档 猴小楼 小猴 梅西的球迷 梅西也棒 太棒了 疯神了这回 对对 啊 冠军 好 您像我呢 您呢 我是詹姆丝的球迷 这是一什么菜 什么叫什么菜 我刚才吃的鱼香肉丝 我问你了吗 盖饭 你问不问我也鱼香肉丝 我就问问你这鱼 这什么什么丝 乐布朗 詹姆丝 您这发音还是不对呀 勒布朗 詹姆丝 篮球运动员 是是 你原谅我原谅我 对吧 我说话有口音 我实实听出来了 你什么呢 我是老北京胡托里长大的孩子 北京也没这么说话了 啊 比如说我们一聊天 哟 麻去呀 看球去 瞧谁呀 詹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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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是尿不干净吗 你站那好好说呀 你老动我这抖了什么呀 这个 你平常我聊天就这么聊 发音啊 标准啊 乐布朗 詹姆丝 詹姆丝 对 打篮球 对 发现发现 我们就都喜欢看球 聊得来吧 不光喜欢看球 还喜欢什么 旅游啊 还喜欢出去玩去 对对对 你像朗浩尘 有时候我要在天津了 我没演出 他去天津找我去 去天津 吃坚果子 喝豆腐腦 嘎巴菜 自食早点 中午吃包子 晚上出去吃 那个 回民的那个炒菜 哦嘿好 他特别喜欢 清真炒菜 都吃完了 玩完了 一溜够 跟我说 哥 陆地上都玩 玩不样 我还没去海上玩过 咱要坐船 咱出去玩去 我还说 我们也行啊 天津啊 港口城市啊 对吧 你去青岛也行啊 去大连也行 看看谁轮去 过去了 过去了 对不对 走 坐船吧 我们船啊 开出有这么半天的功夫 可坏了事 我们这个船啊 碰上暗礁了 多危险呢 嗯 那船碰上铁锹了 海里的爱护环境 别什么都往里扔 我们这个船呢 碰上暗礁了 我听错了 他们这船碰上 龟礁了 那碰不坏 我们这个船呢 碰上暗礁了 哦 这铁锹碰着 龟礁了 别碰坏了 我们这个船呢 碰上龟礁了 嗨 我才听明白 感情您这个船碰上暗礁了 太危险了 你耳朵张反了吧 没有 我说话有口音 你都没听习惯 太讨厌了 我们这个船啊 碰上暗礁了 暗礁了 哎呦 眼看着这个船呢 都要沉了 全船的人都陷入了恐慌当中 你看 再看朗浩尘啊 往那个甲板上一坐 打胸口啊 掏出俩馒头来 还得是俩馒头 一个偏追 是是是 坐假晚上就吃上了 我当时我就急了 我说兄弟 兄弟 看见了吗 全船的人都在害怕 你怎么还有心思吃啊 我说哥 你不知道 大夫说了 我有胃病 空腹不能多喝水 呵 真会活着 晚上帮我怎么着吧 我们哥俩活着回来了 要不然也不能站这 老话说的好啊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喜欢这句 我们哥俩回来以后 要庆祝一下 太值得庆祝了 吃饭去吧 一说吃饭 坏事了 我们哥俩有分歧了 哎呦 你要我呢 我想吃中餐 大郎呢 想吃日料 选哪个呢 涮肉 这没在背旋里啊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快乐呀 你们俩这关系是好是不好 当然好了 八晚上就选了涮肉 涮肉 到了涮肉馆以后 也点这个锅底 选一个 又又分歧了 他呢 会得吃那个番茄的 我不行啊 我是老北京胡托儿 里长大的孩子 不用提这一句了 我只能吃咖喱锅底 你这是老北京吗 你这是老印度 你管着我吗 咖喱锅底 你这 我就喜欢什么涮完了 都是黄黄的 哎呀呀呀 多恶心呢 管着管不着 反正最后吧 你选的哪个呢 清汤 这背旋里也没有 我们都不希望彼此快乐呀 你俩要这个交情 在海上掐死一个就行了 不用都回来 管着管不着 把人选的清汤 锅子也炖上来了 肉也拿上来了 可以吃吧 吃吧 算了没两片 他喊我 哥 你问我怎么吃了两片肉 我嘴怎么麻了呢 我说兄弟 咱别逗 别玩笑 低头看看 清汤锅 没有红油 没有辣油 嘴怎么麻了呢 甭废话 赶紧吃吧 两盘肉一下去 别说他了 我嘴都麻了 我得叫服务员啊 我说服务员你来 来来来来 看好了啊 我们要的清汤锅 没有红油 没有辣油 吃完了 我们哥俩嘴怎么麻了呢 是 物务员说句话 没把我吓死 那啥大哥 对不起啊 这锅漏电 你们俩真是过命的交情了 没死海上在死桌上 你说什么 这就是开个笑 玩笑太吓人了 你相声就是这样 理不歪笑不来 三句哈哈两句笑 用最简单语言啊 把您逗笑了 这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作为相声演员 要研究 要研究语言 太对了呀 当然了 您像我现在 普通话不研究了 您研究这 方言图语 地方话 特别的有意思 那哪个比方啊 有这么一句话 干什么 干什么 每个地方说都不一样 都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咱们比如说 北京 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北京怎么说 麻呢 三个字说成两个字 麻呢 你看北京人一聊天啊 麻呢 孙子 这有点 环嘴的嫌疑 刚说那名文 这孙子姓高 他这 不是环嘴 就是模仿 北京人不这么说话 很文明 这是北京 北京以外 哪儿 到了天津 天津 我不知道今儿有没有天津的朋友啊 背不住 有吗 没有 没有没有 好好好 可以说了啊 可以说了 怎么您怕露馅啊 我怕说错了 您不就是天津人吗 最好 好 这给吓回去了 忘了 到了这个天津 搞吗 也是两个字 搞吗 哎 天津人说话有意思 自带一种幽默感 对 天津还有个别名啊 叫格尔都 对对对 就说这地方呢 都有意思 嗯 你看今儿可能没有天津的朋友 没关系 有时间啊 您快去天津去做客 去那玩 哎 去旅游去 啊 您走在这个天津的大街上 碰上两个天津人打架 您放心啊 不用劝 天津人打不起来 打架还打不起来 哎 天津人打架呀 好商量 都动手了 还商量 我凑你 哦 这说的 我抽你 你信吗 你看 他跟你商量 他问你信吗 还扰半句 我信 信 信不完了吗 这有点逗脾气 那我不信 不信 不信 你妈爱信 不信 反正是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 这是天津 再换个地方啊 到了河南 中原 干什么怎么说呀 怎么说 一 能杀了 这这么使劲 能杀 能杀 河南人聊天也有意思 哥 能能杀了 什么事 扣脚了 不讲卫生 这是河南 咱再换个地儿啊 东北 到了东北 干什么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 今天这么多东北朋友 吓我一跳 我也以为在哈尔滨那德军社呢 咱说上海话 您怎么换了呀 东北话你也会呀 人太多 没事 干什么 你就说对了 人家不会动手的 干啥呀 说对吧 嗯 干啥呀 你到东北 东北人聊天特别有意思 哥 你干啥呀 我没干啥呀 你干啥呀 我也没干啥呀 咱俩干点啥呀 你俩扣脚吧 你这句 您这四句等于没说 当然了 东北地儿大 东三省 对对 黑急流 对 每个地方说话都不一样 咱们比如说啊 锦州的朋友 说话有特点 什么 能把这个肯定句 说成疑问句 哦 把句号的说成问号 对了 这怎么说呀 我给你学学啊 咱先找一个肯定句 先找个肯定句 我是你爸爸 哎 这是典型的否定句 咱不是为了占便宜啊 那是为了什么呢 咱就是打比方 我听着多别扭 你别往心里去 好好 咱们说这句啊 我是你爸爸 你到了北京怎么说呀 北京 哎 我是你爸爸 这是通知的口吻 哎 你到了天津 我是你弟 在处下了我 哎 这是到了天津 到了锦州就不一样了 锦州怎么说 我是你爸爸呀 他往上撩 我是你爸爸呀 说的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是不是 把这肯定句 说成疑问句 有点意思 你通过我研究这些个语言呀 我发现了 咱们中国的语言 博大精深 那自然是 这一句话啊 要是说好了 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要是说不好 容易找事 还能找事 当然了 咱说这么一件事啊 就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民俗啊 烧纸 哦 烧纸 是 赶上不定的日子都会这样 对了 咱注意观察生活 这个烧纸啊 没有说蹲在那儿 还是干烧的 还泼水 那还烧他干嘛 我听有朋友说 泼水代表着吉祥 不是那个意思 哦 就是他呀 嘴里呀 老念叨着 念叨着 哦 要跟这王陵还有沟通 是这个意思 一大哥呀 蹲这儿正烧纸呢 嗯 妈 拿钱来 这么好吃什么好喝买什么 别老省着了 您都省了一辈子了 出门啊 咱也打个车 您瞧怨我了 打车干嘛呀 我呀 给您多烧点 啊 咱买飞机 出门呢 咱也开飞机 大哥蹲着 一边烧纸一边聊着呢 旁边一烧纸的大哥 听不下去了 哎 先运气 烧个纸不够你吹的 人家那是孝顺 还买飞机 还开飞机 对 爸 我给您多少点 咱买大炮 专门打飞机 呵 这成心了 够点不就打起来了吗 是是 所以说咱们要研究语言 对 你看咱们通过我的研究啊 咱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大话 广化 特别有意思 这有必要研究吗 当然有了 嗯 有啊 嗯 怎么个有必要的研究呢 你看 咱小的时候 都是听谎话长大的 这话说的 谁是让骗起来的 咱回忆咱的童年啊 父母跟咱说 吃而始变哑巴 对啊 咬肢也变笼子 玩火尿炕 最经典的一句话 这压岁钱呢 妈妈先帮你存着 还是存了好多年了 就是年轻人特别多 咱们有共鸣 咱回想一下啊 咱们小的时候 是不是都问过父母 咱打哪来的 多幼稚的问题 拉一桶捡的 谁拉一桶捡的 这这位冲画费送 冲画费送 哎呦 啊 报错还长那么胖 报错 报错 报错了 这是他们的失误 还有什么呀 还有大风刮来的 老鹰雕来的 晚上说什么都有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 他现在也为人父母 我也有小孩呢 有个小孩 也得问他呀 爸爸爸爸 我打哪来的呀 你跟我打宿舍来的呀 都住宿舍 我说一次你 你信吗 为什么要动脚啊 废话占便宜 这我占便宜啊 大伙这都看见了 对吧 你冲着我说的 我这都不答应 你们多尴尬呀 怨我了 我冲这边 您那边 爸爸爸爸 这边更吃亏 体现出来 您是个大家庭了 原来你爸爸是被报错的 他刚才也答应了 不光一报错的 还有一帮女爸爸 你说多吓人 那没办法的 您这样您快点说吧 我打哪来的呀 得烫着了 你呀 是爸爸上网下载的 与时俱进 孩子不信 孩子问他 不对呀 不对呀 我今年都五岁了 咱家去年才有的网啊 问他哑口无言 还得说他媳妇 赶紧跑过来了 宝贝 别听你爸爸瞎说 你呀 是妈妈蹭隔壁 王叔WiFi蹭来的 溜达溜达溜 好这信息量 太大了 这是不是 生活当中的谎话 存在存在 在生活当中啊 还有的人说话 特别的爱炫耀 爱显摆 就是俗话呀 就是特别的爱显摆 你想为什么我这么了解呀 我们后台就有这种人 后台就有 有啊 谁呀 你 对 也就我离着近站旁边了 说话太爱炫耀了 同学日子啊 新买一智能手机 换一电话怎么啦 哎呦到了后台啊 见谁跟谁闲呗 看见我们高峰高老板了 拿着电话啊 行 您这不行看看去啊 这个 还没尿完呢 远你吗 哦 高老板 哎 新买手机 华为打 Mate50 见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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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看见主人了 是吧 这怎么还摇上了 这怎么还摇上了 到哪都显摇啊 到了厕所 碰见我们队长了 啊 乱 我喊乱呢 我 新买手机 华为的 Mate50 见过吗 见过吗 哎 哎 掉马桶里了 哎呀 拿手锏太恶心了 那里还有鸾哥 还有有办法 找了双一次性的筷子 捐那家 也是下下策了 这正家着呢 怎么这么巧 高小贝进来了 呦 刚吃啊 谁呀 有在那吃的吗 嗯 说话还炫耀 太坏了 还有啊 还有一种人 说话不经过大脑 说话不过脑子 我们后台有这种人呀 谁呀 你 我就知道是我 说话不走脑子 我怎么 那我们哥俩啊 都同一个小区 对 有时早起呢 一块下楼溜弯去了 那天刚下楼 碰上邻居大哥了 他呢 跟人打个招呼 呦 大哥 嘿 新买的藏鸥不错啊 夸夸人家那个宠物 大哥差点没抽他 凭什么打我呀 仔细一看啊 大嫂子披个刁 蹦了系鞋袋 没没看清 说话不走脑子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嗯 他喜着说话 比他还没脑子 是吗 可不不吗 啊 就是头节日子 头来的时候 啊 那天晚上出去有点事 哎 回家挺晚了 夜里十一点半了 到他们家楼到口 我一看我嫂子自个儿跟着瞎溜达 溜达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啊 过去问问去吧 我说嫂子 大万一也不上楼 瞎溜达什么呀 呦 比较阴柔 您学的甭不像 甭学 甭学 正常 甭提了 嗯 单位发福利 发了一桶油啊 发了一袋米 你说我这细胳膊细腿的 我实在拿不动 我拿不上去 我说这您愁什么呀 哎 给单勇打电话 让他下来拎来 嗨 这早起啊 出门走 忘带电话了 我也不知道 他呀 在家没在家 正犯愁呢 我说这您愁什么呀 您这吧 东西放这 我给您看着 您上去瞧瞧 善勇在家没在家 他要在家呢 让他下来拎来 他要不在家呢 我给您送上去 不又这么点事吗 解决了 哎 我嫂子真听话 牛脸上楼了 有这么五分钟 开窗我喊我 大凯 上来呀 我爷们儿没在家 大半夜十一点半 整个小区的灯 全亮了 是 哎呀 开窗了 跟那瞅着我呀 哎呀 这是地下没缝 有缝 当时我钻进去 我现在就想钻下去了 就我嫂子还喊呢 还喊呢 快点啊 我等不了了 什么叫等不了了呀 这时对面过来一老大呀 小伙子 你上去吗 你不上去 我上去了 谢谢你了吧